轮回转世 轮回转世是一个目前人类和科学未能掌握的领域 有人相信 有人怀疑 科学不但无法否定轮回转生的存在 在西方 轮回转生还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记得自己前世生活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在儿童身上特别常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科利 就走访了很多拥有前世记忆的孩子及其家人 其中包括一个 前世可能是2001年 美国911恐怖袭击死难者的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凯德 凯德出生于2004年 一岁半时即可和大人谈话 他妈妈表示 凯德说 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见自由女神像 他还记得自己掉了下来 轮回专家认为 很多儿童对前世的回忆是发生在噩梦中 莫莉·库尔纳特的儿子凯德也不例外 库尔纳特说 凯德很小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宝宝 他会长时间平和宁静地睡觉 当凯德三岁时 他会醒过来后尖叫说 掉下来了 自由女神像 以及有关他的腿被折断的词句 库尔纳特猜测 凯德前世可能死于911恐怖袭击 他表示 凯德谈到闪电 两栋楼 一个人掉下来 这时我开始觉得他在描述911 作为一个母亲 我很担心 他这么小就如此关心死亡和死亡经历 但他总是告诉我 我们不会死 他告诉我 他选择了我 他告诉我 他年纪比我大 经过调查 库尔纳特已经知道 那个曾经在世贸大楼工作 死于911的人士 但他并没有打算联系死者的家人 像凯德这样的儿童并不是唯一 美国贝斯·卡皮姆的女儿 卡森小的时候的回忆 也令他认为 女儿前世死于1995年 俄克拉荷玛城爆炸案 卡皮普说 如果你在一个暴力事件中死亡 你今世可能会拒住你的前世 他表示 女儿五岁时 谈到俄克拉荷玛 他说起 一个男人开着卡车冲进一栋建筑 那栋建筑倒下了 以及关于爆炸的记忆 我很害怕 我想知道是否有其他孩子也谈到俄克拉荷玛城爆炸案 当我在网上搜寻时 我发现有很多家庭拥有记得自己前世的孩子 但我没有发现任何人的孩子 记得俄克拉荷玛 卡皮普接着说 但这仍然令人欣慰 因为其他孩子也拥有这样的回忆 我不是唯一拥有记得前世的孩子的人 俄克拉荷玛城爆炸案发生在1995年4月19日 是一起针对美国俄克拉荷玛城市中心 埃尔弗里德·P 莫拉联邦大楼发起的本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 这起爆炸案是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发生前 美国本土所遭受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共据导致168人死亡 另有超过680人受伤 还令方圆16个街区的324栋建筑物受损或被毁 共计造成至少价值6.52亿美元的损失 前世是二战飞行员的男孩 这是一个记得自己前世是二战飞行员的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男孩詹姆斯·林宁格 大约两岁时起 林宁格开始出现接连不断的梦魇 他总是说 飞机着火坠毁了 没有人能够逃离 最后他的父母相信 儿子的前生很可能正是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的 美军二战飞行员詹姆斯·胡斯顿 林宁格不只知道胡斯顿当时所在的小型航空母舰 纳托马湾号的名字 还知道他当时的战友 当林宁格两岁时 他就指着一本书中的硫磺岛照片对父亲称 他的飞机是在硫磺岛附近被日本人击落的 飞机引擎正好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抄心理学研究者劳埃德·奥尔巴赫 帮助这个真人秀系列的制作者 进行轮回转世研究 他说有两个主要方法来判断一个孩子 是否有前世的回忆 这些孩子表现出成人般的行为 同时他们使用的词汇超越自己的年龄 此外他们会用我曾经是等词句 奥尔巴赫告诉赫芬顿邮报 另一方面家长应根据孩子提供的过去的存在信息 去分析其真实性 具有前生记忆的孩童并非罕见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塔克研究前生和轮回转世多年 有回归生命和生命之前的生命等认注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 塔克说具有前生记忆的孩童并非罕见 在弗吉尼亚大学我们研究了超过2500例 关于孩童前生记忆的案例 通常这些记忆会在他们两三岁时出现 到六七岁时就会忘记 70%的小孩透露的都是非正常的死亡情况 塔克说通常这些小孩都会说出一些可被核实的细节 这些细节都和另一个人的人生吻合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挖掘的领域 他表示他们前生死亡的经历会影响到他们 很多会产生恐惧 例如前世溺死的会非常害怕水 塔克曾经看过一个孩子掐住一个陌生人的脖子 说前世是被他杀死的 塔克在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说 在脑部死亡后还有一些物质存活 这去世了的人在一种我们未知的情况下 和一个新生的婴儿产生联系 开始也怀疑轮回转世之说的塔克 在接触了他的导师 也是研究前生记忆的权威专家 史蒂文生的研究后产生好奇 接手了导师的研究方向 并从事大量研究之后 帕克说 我确信除了我们看到的物理宇宙之外 还有一些未知的现象存在 古籍中轮回转世的记载 在我国史书中 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 也记录了大量的生命轮回转生的势力 可以明明白白记起自己的前世的势力 在很多书籍中也记载颇多 在禁书中 有关于西晋著名军事家 文学家杨滬和东海太守 爆量自己知道前生之事的记载 杨滬五岁那年 一天 他忽然让儒母找出他玩耍的金环 儒母告诉他从来没有此物 杨滬就让他到邻居李世家的东环桑树中去找 果然找出金环 主人非常惊讶 说那是他那死去了的孩子丢失的呀 诗人都对此事深感诧异 认为杨滬的前身就是李家的王儿 爆量五岁时 告诉父母说 他是取杨李世的儿子 九岁时坠井而亡 他的父母于是寻访到取杨李世 经推问 爆量果然是李世 已经死掉的儿子转生 文愿英华中记载 华州太史 崔燕武能够自己记起 前生是杜明福的妻子 他记得路 骑着马静止到了杜家 发现杜明福已经是老夫了 崔燕武对杜明福 诉说自己前世的旧事 居然全都准确无误 并且从墙中取出了 前世他藏在里面的经书 金钗 还从亭前槐树下 取出了前生埋的头发 岳威草堂笔记中记载 清人恒吟堂的叔父 生下来才几岁 便自称前身为 承熙万寿寺的僧人 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却能画出该寺的 殿余走廊 门庭路径 以及寺里的庄严陈设 和种植的花树 去那里验证 全都符合 这么多的例子和记载 足以说明轮回转生 并非其事 人也并非一生一世 因果不虚 善恶有报 希望大家都能经修佛法 行善积德 以求早日超脱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父圣必有衰 和会有别离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各位烧流 下期不见不되 二十学 能写 联系 每个下方点的 感谢观看